乌统金纳巴当案国会议员邦莫达前天遭反弹会逮捕之后 虽然获得释放但很快的 这名沙巴乌统主席今天变和妻子起起在法庭面空 两人被指通过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公司 收取至少280万令吉贿赂 不过两人都否认有罪 60岁的邦莫达和演员妻子芝芝今早抵达吉隆坡地亭 一路脸带笑容面对媒体 根据三项控撞邦莫达涉嫌在2015年 担任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Felkra代理人兼非执行主席时 在6月12号到19号期间通过不同方式 接收两名大众信托基金经济马迪阿都哈密和诺海利 给予总额280万令吉贿赂 以促使时任第二财政部长批准Felkra向大众信托基金 投入1亿5000万令吉投资 邦莫达否认有罪要求审讯 地庭法官允许他以一名担保人和10万令吉保释金 保外候审 同时必须交出护照 至于41岁的妻子芝芝在另一个地庭面空 同样面对三项控罪 指他和邦莫达串谋社会 涉及金额高达320万令吉 这名演员同样不认罪 和丈夫一样 获准以10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地庭法官阿佐拉责定下个月10号进行案件管理 并责定和邦莫达的案件一并审理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��� smo 这里 欣资过 网站 你们 这 该 你们 感谢观看